欢迎们大家好,我是封盖花卉 想让秀秋花开的花又多,又大,又漂亮 一定要学会修剪和施肥 特别是到了明年的8月份 要是还没有修剪的,就要赶紧修剪了 因为很多的秀秋花品种都是老制开花 也就是明年,4,5月份开的花 是在今天的秋季,就已经开始花芽翻花了 特别是北方的花友,因为天气冷得比较早 要是修剪的晚了,超过8月份 那么它新长的枝条,还没有来得及花芽翻花 天气就已经冷了,最终就会导致明年没有花看 所以说,要是想修剪的话,最好要在这个月内就要完成 修剪的时间越早,新长的枝条就越粗壮 因为枝条越粗,里面处菜的养分就会更足一点 到了明年开花的时候,开的花就会又多,又大,又漂亮 也就是明年开花的大小和多少,取决于今年的苗情怎么样 所以说,要修剪就要尘早,并且要合理地施肥 接下来,我再简单地讲解一下修球花修剪的方法 修球花修剪最佳的时间,是在开完花以后 当发现花瓣开始干枯,或者是褪色时,就需要修剪了 有的话有问,人家没有开过花的枝条需不需要修剪呢?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要是枝条长得太高,就可以修剪一下 要是你接受它的高度,可以不用修剪 到了明年,是照样可以开花的 现在我就示范一下,开完花以后应该怎样修剪 比如说这一颗,它虽然是已经开了很久了,花还没有开败 但是为了明年,让它开的花多一点 所以,修剪的时间稍微的早一点 在修剪时,我们可以看一下 哪里的芽碱最饱满 就在哪个叶片的上方,一厘米处给它剪断 一般是在花下的第二堆叶片,芽碱最饱满 再就是,同一盆花,修剪的高度要求尽量一致 在准备修剪的前两天,为了避免伤流,最好停止浇水 修剪完以后,把它放在通婚号一两处,养护两到三天 要是像这一盆一样,叶片还比较多的话 就可以给它使用花多的一号,或者是复合肥 要是有粉状的养分,加一点也是可以的 要是你选择种茧,或者是小苗 那么在修剪以后,暂时就不要给它浇水和施肥了 等重新发芽以后,再给它施少量的肥 当一天展开,长大以后,就可以正常地养护了 像这些修剪后,已经长大的苗在8月份应该怎样养护呢 修球花在修剪以后,很容易出现黄叶的情况 处理的方法就是,使用这种凹合铁给它喷叶加关根 两到三次就有很好的效果 要是不理它,或者是处理的不及时 就很容易引起僵苗,或者是生长缓慢 再就是,为了让苗长得壮一点 在夏天也是需要施肥的 肥料可以用复合肥,或者是化作的一号 要是复合肥的话,可以每隔10天到半个月给它施肥一次 在每次施肥以后,都需要给它浇一次透水 这样既不容易烧根,苗也会长得壮一点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番感谢您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